今天的请示进来 我们在讨论题目的时候 当我们每次看到有一些议题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议题有意思的时候 我就会丢给秋秋秋 这个我们可以想想看怎么谈 我们从一个认知战谈 因为老实讲认知战因为比较抽象 它会变成是呢 所谓政治工坊语言当中来讲 最常被使用 但是呢 其实辨识度非常差的一个 这跟所有的军事层面来讲 认知战 你会发现所有的政客 在任何碰到 老百姓不容易理解的事情的时候呢 或者他想要模糊带过 他就会说这个是认知战 扣个帽子 一方面轻描淡写 一语带过 可是到底认知战的 认知战存不存在 他是怎么运作的 那他到底是单向 还是双向 还是其实我们就是 一直活在一个楚门的世界里面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 我认为我后面讲的这东西呢 他就是现在的情况 我们活在一个巨大的谎言体系里面 而这个谎言体系的发动者 是许多的国家呢 碰到他呢 看起来是毫无招架余地的美国 那本来这个问题放到心里放了 我相信了 就是说 包括呢丘世青平常的关关 我想我们都会高度关注呢 这些的问题 但是有关于一个认知战的整套的流程的 那个的作战体系的完成 他是非常长长时间 而且那个系统是很复杂 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呢 你其实不见得能够有足够的材料 跟足够的证据去辨识那件事情 跟谈论那件事情 不过呢有两件事情呢 今天呢就很值得谈 我们从最近的新闻谈起 因为他在台湾的舆论 或者在国际舆论上面来讲 也没有引起太多的讨论 为什么这件事情过了 就是因为疫情已经过了 虽然呢 今年的夏天呢 台湾仍然会有这个 就是说COVID的一波的小疫情 跟总体来讲 全世界都已经从COVID-19的疫情里面 都解封了 不管是怎么就解封了 所以疫情这件事情 以及在疫情发生的当下 所留下来的一些问题 也没有什么人关心了 这个世界基本上面 就是不断的在一个资讯追赶 跟覆盖的过程 过去的 就基本上面 一般的新闻讨论里面就不出现 好可是 疫情刚发生的时候 其实第一时间 是强权国家的疫苗战争 他不只抢疫苗 而是许多国家呢 都要急着证明 就是说我是有能力 在生物技术上面 很快速的发展出一种疫苗 来解救大家 因为大家都活得非常的恐惧 因此在疫苗当中的效果 生产力 以及在 大家都没有完成 三级认证的情况下面 哪一些的国家 更敢于去采购 哪些国家的疫苗 他就成为国际政治的角力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环 你看台台湾买疫苗 一波三 三则为为什么 背后是政治 背后是认知战 我就是不要用你大陆的 连沾上呢 大陆的BNT 只是因为呢 大陆呢 有这个大中华区的销销售权 我也不要 然后呢 大陆疫苗通通不好 那台湾呢 台台湾的疫苗坚持呢 就要发展自己的 发展出来之后 效果如何 不要说最后没有人用大量的销毁 那要采购的时候呢 也一定呢 必须要呢 好像是好朋友送给你的疫苗 日本呢 送给我们的 好像呢 我们就要如获自保一样 就要去感谢 美国送我们的 好像呢 也要特别的感谢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中国的疫苗 比如说中国的几款疫苗 比较大家熟悉 比如说科兴疫苗好了 科兴疫苗在第三世界国家 中国送出去非常多 但是有一些美国呢 可能影响不到 但是美国影响得到的地方呢 美国的认知战就进来了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菲律宾有一条的新闻 一条跟菲律宾有关的新闻 路透社发的 路透社发这样新闻之后 就有意思了 因为大陆从去年1月8号疫情 解封了之后 反正也没人在讨论疫苗啦 疫情的事 跟路透社这件事情 就是在说 当中国送给 因为现在中非关系很紧张嘛 谈这件事情特别有意思 当菲律宾的有疫情的时候 中国就把科兴疫苗送过去了 那个时候还还是杜特尔特的时候 杜特地的时候 中国就把疫苗送过去 送过去了之后 但是 美国在背后发动了一波的认知战 如何去诋毁 在影响菲律宾人的 对中国疫苗的信赖度 当这个背后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 因为杜特地跟美国的关系不好 我认为呢都是综合性的考量 要摧毁中国疫苗 摧毁呢杜特地本身的公共性力 美国在菲律宾呢 发动了一波的认知战 路透社的这条新闻出来过了 所以因为新闻 因为那已经是 那已经是前几年的事 所以好像呢 也没有一起太多讨论 可是 我在看到菲律宾的新闻的时候 马可思的姐姐 马可思的姐姐现在参议员吧 马可思的姐姐姐说 要调查这件事情 那当然马可思姐姐 跟马可思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了 这个认知战呢 他无意当中的会让注意到说 美国铺天盖地的 在许多的领域里面 运用了他本身的宣传系统 传媒系统 在向这个世界 说一个巨大的谎言 而只要创造自己呢 最有力的说话的空间 取得话语权 这些不遗余地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回头呢 去倒序 倒去什么 今天的新疆 比如说现在暑假快到了 新疆我告诉你 游人如知 我多少的朋友都在呢 都在呢 最近呢去了新疆 回来赞不绝口 我也受到邀请 但是我还没时间去 新疆现在几乎呢 是几乎是在大开放的状态 你到新疆你完全感觉不到 2015年之前 2014年还发生过呢 就是说维吾尔族呢 在昆明火车站的恐攻事件 2015年呢 大陆呢成立了国安部门 就之后新疆呢 开始进入到一个长时间的 一个整理的过程 几年的时间 你觉得时间很长 没有很长 新疆今天已经 完全看不出过去的那种的 什么恐怖攻击啦 仇杀都看不见 可是你还记得 西方国家即使到现在 都还在大做新疆的文章 说的是种族灭绝 那个地方呢 是充满了就是说呢 这种的镇压 甚至于呢 甚至于呢 就是说呢 不公平的劳动的剥削 甚至连棉花都要抵制 那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谎言 可是谎言呢 是怎么制造的 来今天我们从这地方开始 我们从菲律宾谈就好了 呃 科兴的这件事情 其实比较特别的是 路透社的报道 那路透社把这一点点开的时间点 其实已经算是控制损害了啦 因为已经过这么多年 但是事实上这件事情其实在 在 呃 还在疫情期间 其实其实就很多人知道 那 我们也 我们也晓得 就是不管是科兴还是 就是中国的疫苗 在 在那时候送到中南美洲区 还有很多国家 对 其实都会有在当地的特定的媒体 或者是特定的团体会出来 跟政府抗议说有更好的疫苗 比如说有AZ有其他的 那为什么不用 为什么要接受中国的疫苗 那都都会有一直有这样的声音 如果大家 还有印象的话 这最离谱的一件事情是 那个时候 呃 美国开始 疫情爆发的时候 然后 就会就有人说那个 疫情是 华为的5G 5G基地台的那个电波导致 那个会有疫情 这种事情都会发生 那 其实 其实这是一个认知作战 最后 我们看到的效果是这样子 那什么叫认知作战 你知道我们 这段时间AI很流行 那AI其实 最根本的核心是利用 利用 数学的模型 然后去建立 那个 人工的 建立人工的神经网络 去模拟人类大脑的 思考跟运作的方式 那我们 是如何训练 人工智慧的神经网络 就是 一直不断的给他喂资料 所以他也就是 人是怎么去学 人是怎么学 那神经网络也是这样 这个过程里面去学 那里面 里面就会开始 就因为你给他的资料 所以他开始慢慢认得 这些资料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 当我们喂给 这些 人工智慧的 神经网络的时候 如果我们喂给他 偏重在某一个部分的资料 那这个神经网络最后就 会往那个方向偏差 那因为既然 神经网络是模拟人类大脑里面 真实生物的神经网络的结构 人工智慧的神经网络会有这个问题 那人类的神经网络 其实我们的认知本身就有这个问题 所以 什么叫认知作战 就是我大量给你 我大量给你偏差的 的资讯 当你每天 你一开始你会 你可能会笑 这个这么笨 这个假到这么不像 可是当你每天每天 从A这个来源 B这个来源 C这个来源 你一直接收到 同样是偏差的资讯的时候 你慢慢慢慢 你就会去相信这个偏差的时间 这个偏差的故事 那这个偏差的故事就会形成 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那最后因为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会去影响到你的良知 作为一个人 判断事情的是非的良知的部分 而这个就是认知作战 真正想要达到的效果 只是说因为 现在因为社群媒体 或者是科技的进步 所以很多讯息大量 在外面流动 那因为讯息量很大 反而削弱了认知作战的这个部分 不然认知作战 在曾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面 它对不管是个人 还是对社会 还是对国家的影响是很大的 那我们今天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当然就是讲 我们先讲新疆的这个例子 新疆的故事是一个 一个在目前西方 不管是欧洲或是美国 历久不衰 因为它牵涉到 西方人很喜欢的一个主张 就是人道嘛 因为只要牵涉到人道 那我关注这个议题 就显得我是一个慈悲的 我是一个慈善的 所以我的人生光明面 就会凸显出来 所以就跟环保 占到了道德制高点 对跟环保的议题 其实都是很接近 动保环保 然后人道主义 然后很多这类的 这是永恒的在西方 占据道德制高点的议题 那新疆这个议题 为什么人家会特别挑这个议题 因为它很容易跟 跟故事连结起来 那为什么会容易跟故事连结起来 就是香隆刚开始开张讲 因为新疆太远了 对 我们很难到达新疆 所以很多新疆的故事 其实很多人会 很多人会讲 很多人会传 但是真正亲自到新疆去看的 嗯 并不多 那我首先我先 就关于政治作战这个 我首先先举一个例子 这是在几年前有一个 一个 一个 女的 一个女性的专业人士 她叫罗珊阿巴斯 嗯 那我会去关注这件事情 其实因为我在 Reddit上面看到 她发的一篇文 然后 这个就是 她自己在推销 她成立一个版 叫那个关怀新疆的 在Reddit上面的一个版面 然后她在看 她在她自己的介绍文里面 就介绍说 她是 她是新疆人 她是维吾尔族 维吾尔族 然后 来自新疆 那 她的家庭 被 那个 被中国大陆迫害 然后她的 嗯 她们全家都 的金鱼有多悲惨 只有她逃出来 嗯 然后 她希望 嗯 同样 跟她有类似经验的人 那 你不敢发声的 那你就来这边 那 你们可以把你们的经验写下来 收集故事 对我会帮你们转转给西方的媒体 以及联合国的相关组织 反正就是写的洋洋沙沙光明大话 那没有错就是其实 其实现在 现在在 世界各地 嗯 就是 就是 对 大家看到这个就是罗沙阿巴斯 那 后来因为 因为 这个 Ready的底下 先是有一些外国人的质疑 然后 我有看到 所以 其实这整件事情 我有跟到 那 其实我们后来就是详细的去看 就开始大家对这个罗沙阿巴斯 会质疑的点是 嗯 根据她自己讲的故事 跟 她的年纪其实 嗯 不太 不太对得起来 嗯 所以 我们就去查 那她刚好又 她自己本身又在LinkedIn 就是 就是人才 人才网站上面 招募网站上面 她又很爱钱 她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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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 就是 她把她过往的经历 跟履历都写出来 然后 那个过往的经历 跟履历非常的漂亮 嗯 后来 我们从她自己坦诚的 跟那个时间 对起来以后 这个罗沙阿巴斯 她其实是 中情局的雇员 她并不是她讲的 说她是 在什么公司上班 她因为她 在LinkedIn上面 她有写她自己的履历 然后哪一年 哪一年 在什么地方 那其实 这个罗沙阿巴斯 自己本身是 她先是美国政府的雇员 嗯 再后来 变成 那个 中央情报局的 约聘的员工 嗯 那为什么她会是 约聘的员工 因为那时候 美国还在跟阿富汗打仗 嗯 那关达纳摩 关押了非常多 啊 所谓的战犯 嗯 就是从阿富汗那边 直接把人抓来 关到关达纳摩里面去 想要得到恐怖分子的 他们所谓恐怖分子的资料 但是因为 语言上面的问题 还有一些宗教文化上面的问题 那个本 美国 本土中警局的 的 人员是很难 就是从 这些阿富汗的人的口中 所以 问出什么东西出来 所以 需要大量的 亚裔的人 那 这个罗沙阿巴斯 就是在那个时候 负责 嗯 负责去 去 呃 调查或者是 呃侦查 这些 从阿富汗来的 战犯的 他所供述的内容 那当然这个后来我们就 我们知道嘛 后来关达纳摩的 这个 这个战犯 或多或少都受到 酷刑 热烈的招大 非常热烈的热烈 受到水型啊 酷刑啊 对 那这件事情 其实有闹到美国国会去 嗯 那 后来因为这件事情闹大 那罗沙阿巴斯 其实就离开 嗯 离开中间 这都还拍的电影啊 对 那 刚好他的这个故事被我们串起来 嗯 就是 后来 后来我们大概就可以理解说 现在其实是很多 很多有系统的攻击 比如说 呃 在东欧针对俄罗斯的 或者是在 在 呃 日本或者在其他的地方 针对朝鲜的 或者针对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都有可能 那其实 像这类的 大规模 针对国家的行动 最成功的是 当时 当初的 阿拉伯之村 嗯 阿拉伯之村的 一开始 为什么他可以发动 其实是 其实很多 很多 很多 中东的年轻人 其实他们在社群网络里面 接收了很多 呃 被扭曲的讯息 嗯 那这个被扭曲的讯息 后来就 慢慢慢慢 行诉出 他们对 现在政府的印象 以及对 这个世界的 看法 那 第二个例子 我们要举的就是 嗯 前几年 前几年我们在 就是 我看到一篇报导 那这篇报导 是专门在追踪一些 呃 认知作战 就是 嗯 西方认知作战的一些 脉络跟轨迹 其中他有提到一个 就是有提到一个证据 就是 在推特上面 之前有一个账号 叫赫什马特阿勒韦 嗯 那 他的 他的身份是 伊朗海外的 反 伊朗政府的 活跃分子 嗯 那就有点像我们 我们现在的 绝亲的角色 或者我们现在 意见领袖 或者我们现在很多 呃 在社群媒体上面的网红 那追踪他的人非常多 那也很多人每天会 关注这个 赫什马特阿勒韦的发文 那他发的文章里面 就会 就会 不断的释放出 那个 对伊朗政府的不满 然后 呃 他会告诉他的追随者 说我们应该要 争取什么什么什么 我们要争取如何如何如何 嗯 那 在这个 这个过程里面 就因为他吸引的人 越来越多 直到有一天 就是 就是 忽然这个账号的更新 出了一点问题 嗯 然后人家才去追 或 后来最后发现 这个 这个 网红 或者是这个 呃 意见领袖 其实是一个不存在的人 但是他的 推特的账号里面 他固定时间 就会发 他跟家人 跟他小孩 互动的 他所有的 这个人生 嗯 就是 日常生活 以及他都 接触他所想的 其实是 都被创造出来 嗯 这个人并不存在 真的是个虚拟人物 他是一个完全 虚拟创造出来的人 那 那包含他 以前 在学校念什么 然后他的 学经历是什么 这是一个 很漫长的计划 嗯 然后去创造出 这样子的一个 网红 而这个网红 之所以 会被大家 相信 就是因为 他 他 他 你没办法接触他 他从来不会跟 外面公开接触 所以 会塑造出一个 很特别的神秘感 那最后 被证实了 这个账号 根本就是虚拟的 嗯 那他的露出马脚子 其实只是因为 他们的内部 在团队更新的时候 就是 就是 发了 哎 不是阿乐维 原本应该会发的文 然后就 大家就开始去追 然后就发现 哎这个账号原来是假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认知作战 在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每天接触到的东西 就是 在一个消息这么多的环境底下 那 你如何去分辨 哪些东西是真的 哪些东西是假的 这是很困难的 而且越来越困难 那 一开始的时候 你会 不知不觉 嗯 接下来你会慢慢被 你 你原本就有兴趣 或原本有关注的 东西去吸引 比如有的人喜欢 制作模型 有的人喜欢动漫 有的人喜欢建筑 那 如果我要 针对这个领域的人 去做认知作战的话 那我就可以在 在 建立一个 嗯 专业的形象 那在建筑很喜欢动漫的 对 或者是动漫的 对 那慢慢慢慢慢慢的 受众 他就会因为 你所说的东西而改变 嗯 那这个也是一个 一个现况 那 在现在这个环境底下 其实你去判断 一个新闻的真 跟新闻的假的 你要付出的 成本太高了 时间成本太高了 那即便是这样 比如我们看BBC 或者是CNN 我们以前都认为 他们 至少客观 这是以前啦 以前 因为我们的认知 至少我认为 哎他 他至少比台湾的很多媒体 要客观中立 但后来发现 其实也 也好不到哪里去 搞不好台湾 还是学他们的 那这个就会造成一个 很大的影响 就是好 那现在的年轻人 他真正想要得到 对这个世界认知的 嗯 的真相 或真实的情况 他要去哪里获得 那 我们必须要很悲观的说啦 就是 以目前 目前这个世界 不断变化底下就是 我们唯一没有进步的 就是这一块 就我们对 对真实 对 对事实在 自由民主的 这个名字底下 我们不能计较 你计较 他就会跟你讲说 这个是我的言论自由 那你如果去质疑 或者是你去对抗的话 他就会说 哎 嗯 你们 你们周遭都是同温层 那你们看 你们看不到 同温层之外的东西 嗯 对那到底谁是多数 谁是少数 其实有时候 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真的很容易混乱 因为真正掌握真相的人 不一定是多数 可是你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会受 你是少数 那你会受到多数的人的质疑 那 你又怎么去坚持说 哎你所相信的东西 其实你 假定你所相信的东西是对的 嗯 这过程其实是很困难 但是我们必须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 其实这是一个一个 不管在哪个时代 哪个年代 我们都会看到类似的事情 比如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也有同温层啊 那些围绕着 苏格拉底旁边的这些人 他们想要得到真相 想要求 想要知道真理 那他们聚集在一起 但是对 不赞成苏格拉底的人来说 他们就是一群同温层啊 那孔子的那些学生 在那个时候战国时代 那他们这群人也是同温层啊 所以 有时候我们在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 很多人会觉得 你们就是在同温层里面 你为什么不跳出来看看 我为什么要跳出去看看 因为外面 因为洪水已经淹到 只剩下这一小块地方 可以占人了 我为什么要跳到洪水里面去 所以有时候人多跟人少 在认知作战里面 认知作战最终的结果 就是希望制造尽可能的人 来相信我认知作战要达到的目标 那那些抵抗的人 慢慢慢慢就会变成少数 对 然而 其实在人类文明 发展跟推进的过程里面 其实那些少数才是真正 推动人类文明往前走的人 在认知作战这个环境底下 所以我们大概就可以透过 阿拉伟的故事 透过罗沙阿巴斯的故事 我们大概可以知道 一个国家级的力量 这些比如说 赫什马特阿拉伟 他背后是谁 完全虚拟的人物 对 但是他要接纳 不存在的人物 他是一个不存在的人物 但是你做这样的事情 你需要非常巨大的成本 那成本是由谁出的 就这个账号是真的 但是这个账号所附着在上面的 所有的 让你以为是某一个人的资讯 而且你要 生活全部都是假的 没有那个人 对 你要创建一个这样子的 这是很麻烦的过程 嗯 再来是像 罗山阿巴斯 那 他们的背后又是谁 嗯 对 那我们慢慢慢慢 从线索里面拼接 其实我们到最后 我们会发现说 很多很多目前在 在 国际上 那美国会一直喊说 谁谁 中国是做认知作战 俄罗斯做认知作战 的国家 那尝试想要去影响 或改变美国的现状 但我们发现 其实很多线索 真正连到后面 背后都是美国 嗯 美国那么多的 那么多的基金会 那么多的NGO 索罗斯 背后资助的那么多 尤其是在 嗯 中亚的那些国家 他活动的那么剧烈 那美国的华尔街 美国的市场 跟 这些认知作战 集合起来 嗯 去想要谋夺一些 小国的利益 就我们发现 其实现在这个 已经是一个 一个 一整套的 一整套的 产业链 嗯 从上游到中游到下游 其实 他是完全配合的 嗯 然后最后是 他是以国家意志为 他想要达成的目标 嗯 那这个是 如果我们不清楚 这一整套的脉络 跟一整套的玩法 我们就 我们就会 搞不懂 很多现在的年轻人 对一些莫名其妙的主张 这么痴迷 那对很多 真 这个世界真实发生的情况 完全不在乎 因为 在他们的世界里面 已经跟我们的 我们认为的东西不一样 嗯 而你是没有办法 让两个完全截然不同的世界里面的人去沟通 嗯 那你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就很容易去分裂这个国家 那不过因为 我们这两年看到的情况 因为 美国之前一直不断的在 进行这样的模式 这种模式 他是一个双面刃啦 就是 你当然你可以用这个东西去伤害 对美国有敌意的国家 但是在一定的时间之后 这个东西会 一定会飞回来打到美国自己 为什么 因为认知作战这种东西 它有一个先天上面最致命的缺点 就是 你原本是认知作战别人 但是当你自己一直在讲 一直在讲一直在讲 讲久你自己都信了 嗯 那认知作战最糟糕的情况 就是你自己都相信了 你要对别人的认知作战 那 那到时候你自己就会承受 那个 你原先说的那些谎言的后座力 这就是我们看到美国 国内越来越分裂 美国在不同的价值上面的偏差 越来 就是美国社会在不同价值的偏差上面 越来越 举列 而 现在几乎是完全 在不同的议题里面 几乎完全不可调和 嗯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他们过往之前 不断的在做认知作战以后 造成的效果 待会我跟事情我们再来 再来再来谈汉光演习 跟两岸的最近的一些的 一些的军事活动 的一些的 一些很微妙的值得观察的地方 可今天我们之所以要 要谈谎言帝国 因为这件事情不好谈 对 然后 跟你跟你讲说 所有你已经相信的故事 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谎言跟骗局 那个那个 那个对对你的 对对你的摧毁太可怕了 所以许多人当他已经被洗脑 被那个谎言帝国所进行的认知战 清洗过了之后 他要开始意识到就是说 他被骗了 那很难 对 所以当我要告诉你就是说 其实你被骗 你被洗脑 什么东西是假的 那个人在说谎 有大量的覆盖覆盖在你身上的这些讯息 都是被刻意的 然后 你因此相错误的相信了某一些 某一些的方面的观 观点 那个 那个对一个被洗脑 被认知战 已经 已经完完全全全占领的人来讲 那个难度非常高 尤其是 嗯 我自 我们当然知道说 最近开始慢慢有越来越多的 比如说 社会经营 他已经在社会有一定的阶层 那可能 受过比较高的良好的教育 或者他可能已经 在社会上有很多的成就 他是越是这样子的人 他越难从 嗯 认知作战里面逃脱 嗯 反而是 一般 一般中下阶层的人民 他比较容易 从认知作战的影响里面逃脱出来 为什么 他的逃脱成本比较低 因为 对他 他只要笑一笑 嗯 就说啊我 我怎么这么笨 我为什么会相信 你讲的就是周围两三个人 我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想想看 如果对一个法学教授 嗯 他每天在课堂里面 要很庄严的 告诉他底下的学生 法律的 法律的 庄严性 那他自己 开始发现 哎我过往所相信的东西 全部都是假的 那他怎么去面对这个 嗯 这对他 过去这一辈子的努力来说 是一个 推倒重建 嗯 他的挣扎会 他会更挣扎 所以慢慢慢慢 我们在看到很多人 其实他并不是 不知道 很多价值观 很多 之前他所听到的东西是不正确的 但是他还是会出来签名 嗯 嗯 为什么 因为他舍不得 他没有办法 推翻他自己过往 所相信的东西 嗯 即便他很明确的知道 这 这个是不对的 嗯 所以这可以解释说 认知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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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所以讨厌的地方 就是 他对 社会的精英 的黏着性很强 嗯 而这些社会精英 为了保持他一副完美的面容 他即便知道他 他过往所知道都是假的 他也不能突破 最后这些人 他们会互相连结成一个 更紧密的团体 嗯 去维护 这个假象 嗯 所以当你去跟某些人去提到说 哎 这些东西 哎 有报道不是事实啊 结果他们反应会非常非常剧烈哦 你如果去蔡市郎买菜 你跟 卖菜的 阿桑讲说 哎 这个是不对 他阿桑就笑一笑就结束 但是你如果去跟一个大学教授讲 哎你那个是不对 他搞不好就鞋子一脱就丢过来了 嗯 这个是不 你在不同的社会的阶层里面 当你在 想要尝试 脱离认知作战影响的时候 每个人的挣扎是不一样的 事情讲就是这些社会精英 公众人物 或者意见领袖 或者是 名牌的知识分子 大学教授 还有媒体 对 正规的媒体 他要 他要 他要意识到 以及 自我去纠正承认呢 自己的错误 面对到完完全呢 足以呢去摧毁他原来信任 相信的东西 那个难度非常高 因为这光估到 他安身立命的权威感 他的形象 那 旭丁刚刚讲到的 譬如我想到一些 欧美的 在 新疆事件当中指标人物 譬如说那个德国的郑国恩 嗯 OK 他到处在收 收集 他这个看 看来是一个宗教上很狂热的人 然后 然后所有送到他身边的维吾尔的材料 他都 他都信 或者跟 跟这个就是说法轮功迫害有关的 他通通信 基本上面大量的整理 大量的散 散发 这使得之后 大陆方面呢 要去针对某一些比较活跃的 在反中的维吾尔团体的一些的意见领袖的时候 要去清洗他们言论的时候呢 那个成本非常高 那个代价呢 也非常大 效果好不好 反正大家都看到那段很长时间 不只是新疆 香港也一样 台湾也一样 那你在看到 譬如你刚刚讲说像BBC啊 这些的媒体 在过去啊 在过去因为 因为台湾本身的媒体也很封闭嘛 我们要 要获取一些一些国际的资讯真的很困难 所以我们确实很仰赖这些媒体 其实 这些的媒体的公信力 他必须要有公信力 他在大部分的时候 我认为他也都维持的 我作为一个科班的新闻人 他也维持的基本的新闻教条 就是 不要假以假去 然后再把意见跟事实的报道分割 同时呢 在意见的时候呢 尽量的平衡 尽可能的让事实的部分能呈现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如果不这样做的时候 当他要说说假话的时候 你不会信他 因此平常要累积的形象跟公信力 是他要打认知战的时候最大的本钱 如果我要打一个认知战 我没有很长时间的建立我那个账号 建立我这个人 我的叙事的可信度 我要把认知战是很困难的 对你要创造阿乐伟 阿乐伟 你可能十年的时间 你才创造出来 他就只是为了做做这件事而已 他就 但是 我们现在面对了太多的阿乐伟 那这些藏在不同地方的不同的观点 其实会 对现在 就是我们不讲特定政治立场 就是你父母亲要教育小孩 你都很难跟小朋友说 这个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尤其 但当然还在相信童话故事的 那个年纪的小朋友那无所谓 但是当他小朋友慢慢慢慢到高中这个阶段 我们必须要 告诉他们宇宙是什么 我们必须要告诉他们 哲学是什么 我们要告诉他们真理是什么的时候 结果 新闻媒体忽然就报了一个 在乌克兰老奶奶可以用那个 酸黄瓜的罐头可以把飞机打下来 那小朋友如果问的时候 你要怎么 告诉他 但是 但是我们的隔天我们的媒体又 照本宣哥又登了很大的一篇 讲很多乌克兰 战争宣传 战争的神话故事 Ghost 基辅之鬼 然后 今天又急落了几架 然后 俄罗斯有多害怕他 最后 大家 迷这个基辅之鬼 一个月 每天都在追踪基辅之鬼 今天飞到哪里 又急落了几架 对 结果一个月以后 基辅 乌克兰政府出来承认 说这个 根本不存在 又没有这个人 那我们是为了要 鼓舞民心士气 所以创造这个故事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父亲 但 你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每天就跟着这个进度去告诉你 我们保卫国家就应该用这样的精神 如果说你看他多么厉害 然后 所以 你要好好念书 你可能用这个东西来作为典范教育学生 或教育自己的孩子 结果 一个月以后 一切打掉从零开始 这时候 你的父亲会有多尴尬 你要如何去告诉小朋友说 我过去一个月 之前跟你讲的故事 全部都鬼话 大部分的父亲 应该说不出口 所以最后 最后父亲会选择怎么做 我们假装没发生过这件事情 那我们记忆里面就抹去这一段 所以 德国有德国有个作家叫徐世金 他写了一本非常受欢迎的小说叫香水 那后来拍成电影 对 香水的这个故事 其实他是一个有非常浓厚政治符号的小说 在这个香水这个故事最后 就是 就是 呃 当当杀人犯 他拿起香水 然后整个村子全部狂欢 盛大的作爱的 对 狂欢 对等到然后 药效过了以后 大家醒来发现很尴尬 很尴尬 你也不会有什么动作 如何避免尴尬 就鼻子摸一摸 然后女生把衣服穿起来 男生把脸污住 然后回到家里面去 而且而且是你竟然跟一些 你平常很讨厌的 痴牙烈烈嘴的人 然后 对隔天隔天 大家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 大家一起忘记这件事 结果我们 我们现在在面对 认知作弹的情况 又何尝不是这样子 嗯 你一个月之前 轰轰烈烈 可能在立法院前 然后 呃 就是 告诉别人 然后你是多么勇敢的 去为了某些 某些政治的目的 去争取 一个月以后 你发现 你被骗了 嗯 那你的反应是什么 你并不会去追究那些 骗你的人 嗯 因为你太爱他们了 所以你不会去追究那些 骗你的人 你 你除 你唯一能做的事 你就解决自己 就是让自己跟自己和解 嗯 就假装忘记 欸我曾经干过那些蠢事 嗯 但是现在 很多西方 很多西方的学者专家 很多的媒体 很多政治精英 大家发现 他们被他们成为正被认知作战的目标的时候 但是他们是不愤怒的 嗯 因为 因为太尴尬了 这个尴尬已经超过 他会让他们愤怒了 嗯 所以这是一个 当代一个奇观 可是我们正在经历 就包含 我们现在看到汉光演习的情形 也是这样 我们看到汉光演习的消息也是这样 我们待会儿来来进到汉光演习 但是我们之所以前面谈这就是因为 因为这个巨大的谎言帝国 使得我们必须要相信 我们无时无刻不是活在一个楚门的世界里面 我们所看到的 所经历的生活 你每天从早到晚所运作的这一切 你你所以为的你周围的这个世界 不管跟你的努力呢有多少的关系 过去所谓的眼见为凭 你你你心以为或者安身立命 你让你觉得有安全感的熟悉的这环境 他基本上是可以被设计的 而且相当程度上面是在被设计的过程 那到了到了网路资讯的时代的时候 公共欺骗的这件事情成为社会成本 其实很高 但是犯罪成本很低的一件事 我就是刚刚最后就讲就是被欺骗者最后呢 大部分呢因为都很尴尬 所以鼻子摸摸刃了 希望明天我们再再见面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谈谈这件事 因为糗爆了 可糗爆了 因为我糗你也糗啊 因为跟你会会会会见面的 可能都同温城的人 因此一个同温城呢被歼灭 被某一个讯息的还原而歼灭 那个对同温城来讲是很惨的事情 而那个同温城明天还要过日子 再见面的时候怎么办呢 就当作这件事没发生 我们仍然在个同温城里面 所以同温城本身不只是相互取暖 共同接接收去讯息 同时是在讯息发生错误的时候 共同的掩盖共同的忽略 这使得公共欺骗这件事情 在现在的资讯世界的流通来讲非常的可怕 虽然我们刚刚讲的 有炒作维吾尔的 有炒作反伊朗的 你看到今天美国反伊朗的那种的情绪 是带着仇恨意识的 极为强烈的仇恨意识 是伊朗人犯了多大的错吗 没有啊巴勒维时代的时候 美国呢把伊朗捧在手手里面 伊朗的放个屁都是香的 可是同样的伊朗人 当他不是巴勒维的时候 就不行了 你看他可以把伊朗仇恨到这种 每一个总统的都曾经扬言过 他对伊朗要动手 到现在几十年之后都还是一样 更不要说他现在黑中国的努力 中国每一样东西在美国的手里面来讲 几乎没有正面的 当你连TikTok都用负面解读 当你连疫苗都负面解读 请问你美国的官方 美国的知识分子 美国的媒体 有多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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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间 没有发出过一条一件重要 而认为中国是对的新新闻 从来没有过 你相信地球上面有这样的一个国家 有这样的一个政府 很多年的时间没有干对过一件事情 没有一件事情是好的 没有一件事情是值得你真面看待的吗 你就知道这个谎言帝国已经离谱到这样的地步了 其实我们还是要公正的说有 但是讲的人被歼灭了 对因为 因为你造成大家尴尬 尴尬 对当我们处在一个必须要排除尴尬的情况 这时候忽然有一个 就国王的新衣 那个小孩突然跑出来跟大家讲说 国王没有穿衣服 这时候有问题是国王还是那个小孩 是那个小孩 国王的新衣的故事 其实并没有告诉我们真正的结局 真正的结局那小孩子被 爸爸拎回去 痛打一顿 因为爸爸如果不修理他 爸爸就有事了 如果爸爸不修理他 就是爸爸被修理 所以 这 现在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 那当然 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 就是我觉得 即便是在 最黑暗的时刻 还是会有一点点微光 所以苏格拉底 的 思想到现在还有 就是人类 人类社会上面 还是有非常多 非常多 偉大的思想体系 会留下来 即便在 最艰困 或者是 最恶劣的环境底下 还是会留下来 所以 当我们在 我们看到 目前这样子 就是 资讯的话的结果 导致我们很难去判断的时候 其实 我们要相信 最终 人类还是会找出一个应对的办法 即便我们现在是一个没有哲学的时代 所以 但我们还是必须要 就是我们朝这个方向走 也许我们找不出来 但是 看到相同问题的人里面 总是会有人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 或者找到一个 一个 一个让 让这样的事情 不要变得 越来越糟糕的 的 的方式 就我们也只能这样的希望 不要放弃 是 我不知道邱星有没有注意到 这件 因为我昨天花了一些时间谈 特别在这个周末 大大发酵的 就是 孙悟空被勒索七百万美元 对啊 这个新闻当我谈了一些 你知道我 我为什么关注这条新闻 我关注这条新闻 不是因为我玩游戏 不是因为我在乎呢 游戏的商业市场运作 而是里面最可怕的是 认知战被商业化了 对 这个就是我刚刚要补充 吓死人了 这就是 原来 原来是有这样的 这样的公司 这样的企业 他是 他是主动的收钱 帮你完成了 你所有的设定洗脑 表面上面来讲呢 解决呢 你的某一些的游戏 影音产品 上市之后 可能会遭遇到的 政治正确的供给 可是其实 他是把所有的认知战 商业化了 这个 这个是 人类 所以我们 这些东西都 都是不断的在进化中 认知作战 原本是一个政治 或军事上面的武器 然后现在 第一个人发现 他是可以赚钱的 赚很多 对 然后 接下来就有第二个 第三个 那慢慢慢慢就会 往这个方向 就 就开始会蓬勃发展 所以 这就是我们讲的嘛 认知作战 他是一个双免人 那 你现在 想要利用认知作战 去赚钱 OK 但是你必须要去考虑 他时间到 他都会打回来 那他会打到谁 会打到 用什么样的方式 会制造多大的破坏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 他一定会打回来 所以 就 就 等着看吧 嗯 对啊 我们在在过去 固然看西方的 好莱坞的电影的 流露出来的那种 白人优越主义的 那种的优越感 或者一些童话故事 里面 以白色金法 蓝眼睛呢 为美的 那种审美观 你也很受 受不了 可当你要扭曲到 就说呢 觉得那孙悟空呢 就是太太太太 太父权 太如何如何 我觉得那个 那个真的就已经是 完完全全把认知在 无限上刚 把LGBQ Plus 然后把他帮作 当作是一个 一个价值商商品 不断的强迫的推 推销 甚至带的恐吓 其实我觉得 他们 他们批评 那个 黑悟空 黑神话悟空的 这个 点他其实有一个 很重要的点 他们没有提到 他们应该 请动保团体 你为什么可以 让一只猴子 猪啊 对不对 你应该请 动保团体 那个取经的事情 就唐僧自己去就好了 你为什么要拎着一只猴子 你不要伤害猴子 而且他把猴子带了警惑咒 限制他的思想 跟行动 虐待猴子 而且还 钳制了他的思想 对 然后猪如果贪 贪吃 好色 喜欢交配 这不对吗 对啊 你为什么要限制他 所以你仔细去想 这真的很荒谬 但是 他为什么会买单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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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